好 各位好 我是小星的 今天的来广州试驾这个领跑C11这台车 这台车试驾完了之后呢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点可以拿出来单独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除了外观部分呢 其实内饰里面我可能跟大家分享的东西会更多一些 包括它的车机系统 还有人机交互 好 首先呢 来看一看这个外观呢 领跑C11呢 它是有好几个颜色的 这台是白色的车身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看的 但是呢 领跑C11呢 它主打色叫做瓦尔登绿啊 是一个绿色的 淡淡的绿色 那个是最好看的 那其次呢 就是这个白色 那还有一款呢 是灰色 我觉得这三个颜色是我认为领跑C11我感觉是比较好看的这个颜色 外观上面呢 从前脸能看到它是一个贯穿式的这个日间行程灯是有的 然后上面是领跑的logo 然后再往底下呢 能看到还有一个这个毫米波雷达的这个传感器啊 两边也有很多这个传感器 所以这台车呢 是支持这个L2加级别的这个辅助价值的 也是目前比较主流的这个辅助价值的配置 那日常使用的话呢 也是足够用的啊 那这边呢 还能看到有一个往后拍的这个摄像头啊 也是给辅助价值提供一定的这个画面的帮助 那在侧面能看到这个轮子呢 是20寸的轮子啊 这个是选配过之后的 那默认的话呢 好像是18还是19的 我不记得了 好 那在后视镜上面呢 也有这个360度的环视的这个镜头 那这里呢 能看到有一个啊 那还有这个隐藏式的门把手 那整台车呢 它的车的参数呢 我就不给大家重复了啊 我们可以后期打一个参数啊 包括轴距 包括这个整个车长 这台车呢 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协调的 因为它是这个电动车的这样一个平台 所以说它的轴距呢 是拉的非常非常的长 但是呢 轴距比较大呢 在日常使用的过程中会有一点不好的 就是它的转弯半径呢 可能会也变大 但是上午听他们讲呢 这个领跑C1也是针对这个转弯半径呢 进行了一定的优化 所以说在转弯的时候呢 也不至于说这个很大的这个范围 好 在尾部呢 这边能看到一个开口啊 整个车身呢 只有一个这样一个充电口的这个开口 它把这个慢充和快充呢 全部都集成在这个一个开口里面 这样的话呢 是比较方便的 那你充电的时候就不用考虑 哎 是在左边还是在右边 那都在同一侧的话 就可能更方便吧 好 那尾部呢 这边能看到有一个贯穿式的这个刹车灯啊 这个尾灯也是可以全部点亮 就是刹车的时候 包括晚上的时候也可以点亮 那尾部呢 这个有个电灯尾门啊 这里呢 有一个按键可以开启啊 这个确实好评啊 好 打开之后呢 后面的空间我觉得中规中矩吧 也不算特别小 也不算特别大 对 这里还有一层 我看一下现在是什么 哦 下面 哇 这么大 这是什么 这还有一个充电盒啊 这下面还有这么大一个储物的空间 这个还不错啊 这么看的话确实就很不错了 很不错 还有充气泵啥的 这条线呢 应该是可以往外放电的一条线 是一个插线板 然后这边呢 去插到慢充口上面之后呢 就可以用这台车的电池呢 往外放电 你可以插这个电饭宝啊 或者说一些应急的灯啊 都可以去插上去往外供电 这个也是比较好评的啊 好 那这边呢 它还有这个电动尾门的这个机翼啊 你可以调整它的高度啊 这样的话就不至于打开的时候啊 就撞到这个停车库的天花板 它的开启的按键在这个地方 所以很多人不熟悉的话会在这里面找 或者说在这里面找 其实摸来摸去都摸不到啊 它的开口在这啊 好 那除此之外呢 其他部分好像就没什么可说的 我们接下来就进到车内 来看一看车内的这个车机系统和它的人机交互做的怎么样 好 那领跑CRL呢 能看到它是有三个屏幕的啊 这三个屏幕呢 它会有很多的这个交互的体验 首先这是液晶仪表盘这边呢 你可以按住这边的按键 然后来修改它两边显示的内容 左边呢 是有空白 有地图 还有天气 还有这个行驶的这个数据 有这几个选项啊 当然常用的可能会地图放这边比较合适 因为在右边的话 它是没有地图的 它有天气 有行驶数据 还有音乐 所以就少了地图的这样一个功能 所以你可以左边显示地图 右边显示这个音乐或者说行驶的数据啊 好 那中控屏这块的这个屏幕其实是 它的功能会相对来说更多的 或者说更丰富一些吧 首先这个主界面呢 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吧 首先左边这一栏呢 是它的快捷的按键的一些选项 然后呢 在底部呢 这还有车辆的设置 还有空前的设置等等这些参数的这个选项 然后顶部呢 是你的状态的一些状态栏 那中间更大区域的这块呢 是叫软件显示的界面 因为如果说我们打开其他软件的话呢 它也是显示在这一块的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软件主要显示的这个区域 那我们分开来看一看 首先顶部呢 是它的这个语音助手啊 叫什么呢 这叫小跑吧 叫做小林啊 小林 好 那这边呢 除了它的默认的这个唤醒词呢 你还可以点击修改来设置一个你比较习惯的或者你喜欢的这个唤醒词 这样的话呢 你就说你好什么什么就可以把它唤醒了 那你修改了唤醒词之后呢 它这台车就会有两个唤醒词 都可以把它唤醒 那其实这个语音助手呢 我刚才试了一下 它的这个功能的完成度呢 还是比较全的啊 你常用的 比如说让它去导航 让它打开车窗或者调温度 或者说去查询一下什么什么新闻之类的 那它也可以支持连续对话 比如说你发出一个指令 那在30秒之内 你在说下一个指令的时候就不用再次唤醒 就没有问题 好 那这是语音助手啊 那再往底下呢 这个板块这边呢 有一个这个音乐播放的界面啊 它可以支持酷狗音乐 喜马拉雅 收音机或者说蓝牙音乐 这几个可以切换来使用 那其实这个中控屏的设置呢 是可以分为两种的 第一种呢 就是这个设置啊 你点开了之后 它是可以控制系统里面的一些功能的 比如说蓝牙啊 Wi-Fi啊 还有这个声音 还有显示的模式等等 那再往底下呢 你点这个小汽车的图标 那这个呢 其实是汽车的一些设置 比如说这边有常用 灯光 车窗 座椅 驾驶的驾驶模式的切换 还有AIDAS的充电等等 这都是车辆的一些设置 那所以说这是两个设置呢 是分开的 这底下呢 有一些软件 比如说这是爱奇艺 这是自带的行车记录仪的画面 我刚才看了这个行车记录画面其实还是比较清楚的 这边呢 还有一些这个天气 还有快应用 那这个车呢 目前里面是没有软件市场的 你是不能单独去下载一些软件的 那这个快应用呢 其实这里面的软件是不需要下载 点击就可以直接用的 就和我们手机上常见的这个小程序呢 是很相似的 但是呢 目前就缺少了一点什么呢 就缺少了一点下载软件的这样一个入口 所以目前里面内置的软件呢 除了导航 就是音乐了 软件的数量来说呢 确实有一点点少 除了这些界面上你看到的功能之外呢 你还可以从这边往这边滑呢 就是可以快速的呼出这个设置的菜单 你可以调整这个驾驶模式 轻松还是运动 或者说自定义这三个模式 所以它后日镜还可以加着啊 这个还是配置还是比较多的 那从上往下滑呢 这边就是车辆的一些状态吧 那这边是车的胎压的状态 这边是行驶的这个里程的这个数据啊 然后这边还是流量的这个状态 现在呢 本月总共四个G 已用3.06啊 还剩下不到一个G的这个流量 好 那这个是中控屏的一些交互体验 这块屏幕呢 是副驾驶的娱乐屏 我们做的副驾驶来给大家看看这块屏幕 清明自己知道了 它是用来娱乐的 所以它默认的就是这个几个功能 有这个爱奇艺 还有音乐 还有导航 还有车辆的设置 就是这块屏幕的设置 还有这个投屏的功能 所以比较有意思啊 OK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爱奇艺 那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个视频呢 开始播放 但是播放的时候呢 如果说在开车的过程中 你这个播放的声音从车机这个传出来的话呢 可能会影响主驾驶的这个驾驶 对吧 所以说在这一点呢 它们也是做了非常人性化的一个考虑 就是呢 在车辆上内置了一个蓝牙耳机啊 这你其实有点夸张啊 这个是它的领跑的这个定制的蓝牙耳机 看上去呢 其实就跟AirPods一代呢 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呢 它是定制的 因为底部呢 它用的是这种C口的充电啊 那苹果的是Lightning口的充电嘛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定制的耳机 然后呢 当你打开这个耳机 戴上耳机之后 你再看这个副驾驶 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声音呢 就从耳机里面传出来了 所以你戴上耳机 再看视频的话呢 你就自己享受 对吧 然后主驾驶呢 开车就不受影响 那当然如果说你把耳机粘下来的话呢 当然你把耳机放在盒子里面 把它盖上 然后过一会呢 这个声音它就会自动切换出来 用车的喇叭进行播放了 那现在又切回来了 但是他们把这个耳机呢 做成这个造型 然后这里还留了一个口 你可以把耳机直接插上去进行充电啊 去或者说收纳 当然了 很多朋友可能会说了 你这个看视频的时候连耳机 能不能连我自己的耳机呢 这个今天我跟他们工作人员获取信息呢 他们讲的是不能连起来耳机的 但是呢 其实被我研究出来 其实是可以的 就是从这边往这边滑呢 它能把这个菜单给滑出来啊 然后这边你看到未连接蓝牙耳机 那这就是刚才我连过的那个耳机 所以这边如果说你现在附近有一个蓝牙耳机在正在配对的状态 所以应该是可以搜到的 但是我现在身上没有带蓝牙耳机 所以不太百分百确定能不能连其他的耳机啊 之后的话有机会再给大家去去确定一下这个信息 好 那这边呢 你也可以单独打开副驾驶的这个座椅加热的功能 那副驾驶的这块屏幕在播放视频的时候呢 除了这块屏幕显示呢 你也可以点击这个箭头进行投屏 投射在中控屏的这块屏幕的进行播放 它也会直接就是转过来 你刚才的进度也在 主驾驶和副驾驶呢 两个人都可以同时看这个视频 那这个时候你的耳机的功能就被取消了 所以你只有在副驾驶单独看的时候呢 这个耳机才会自动连接 才会自动播放音频 但如果说你在播放的过程中直接把它投射在这中间这个显示 它声音就会自动从车的喇叭进行这个播放出来了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是一个共享的模式 这边是一个思想的模式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更加有意思的功能吧 这三块屏幕其实都可以放视频 这你受得了吗 就是我们点击这个全屏的按钮 你可以单独在中控全屏 那或者呢 你可以点击这个三屏影院模式 哇 这个就厉害了 这个我当时一看这个就太夸张了 三个屏同时播放 但是呢 现在呢 这个模式还没有优化好 还有一点点不完美的地方 就是在副驾驶的这个屏幕的全屏之后呢 其实是就是有点拉伸了 我这样看两个画面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边明显会拉伸了 他们后续我觉得应该会把它优化好 把它显示在中间这一块不要全屏 对吧 当然这个使用场景啊 只有在停车的时候才能够去把三个屏幕同时点亮啊 你在开车的时候是不可以的 现在你直接挂档的话 直接就这个屏幕就退出了 好 那除了看视频 我们再往底下看 这个是听音乐 那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也可以通过你的蓝牙耳机来自己去听 然后呢 下面是导航的这个界面 但是这个导航呢 它是只能提供搜索地址的功能 那比如说现在我们准备要去吃饭 那让副驾驶帮我搜索一下地址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点击美食 然后他会把附近的这个美食呢 全部搜索出来 我们点击其中一个 然后再点投屏导航 这个时候他就会把这个地址呢 投在这个中控屏这块 然后你点击开始导航 再点击开始 他就会自动就开始导航了 这就非常非常方便 所以主驾驶你什么都不用干 全部把这个工作交给副驾驶就可以了 好 那说的说 再往底下 其实就是这块屏幕的一些设置的选项 那你这边有这个门窗 你可以单独调节副驾驶这一侧的窗户 你可以调节这边的窗户 或者说你可以把它全开 整车的窗户全部打开 你可以自己控制了 然后这边呢是后备门 哦 还可以开后备箱 后备箱打开了 所以这边就是操作的东西比较比较多吧 好 那然后再往底下是座椅 这边你可以调这个副驾驶自己的座椅 你有通风模式 还有加热模式 然后还有这个坐垫的前后移动 座椅底下也是有常规的这个按钮的调节 这个屏幕上的调节就可能会更直观一些吧 然后更有意思的是在底下这个功能 这个是手机投屏的功能 这个就是也是我第一次在车上看到的这个投屏的这个功能 当然了这个投屏呢 它是需要你手机开一个热点 然后呢让车机系统呢通过WiFi连接你手机的热点 然后这样的情况下呢 你就可以通过手机播放视频的时候 点击投屏把这个视频的投放在副驾驶的这个遗落屏上面去 当然了声音也是可以通过耳机来播放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目前这个车机系统里面只有爱奇艺的视频 那你手机里面比如说你想看腾讯或者想看短视频或者想看B站的这个视频 都可以通过手机投放的方式呢把它画面投上去 但是就是这投屏的方式呢就有点太繁琐了 虽然你手机开这点 好我们再回到主驾驶这块 主驾驶这块呢 还有一个隐藏的操作呢 没有给大家去演示啊 有的时候副驾驶可能刚上来一个人呢 他不太懂这台车椅 不太懂这个操作啊 或者说他不想去操作啊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主驾驶就可以发挥作用了 你可以这边滑一下 就把副驾驶的这块屏幕呢 所有的界面全部都挪过来 在中间这一块同步去显示 你可以去帮副驾驶去找到一个音乐 或者说帮副驾驶找到一个 他想看或者好看的这个视频 然后你操作完了之后呢 直接点击关闭 那边呢就正常播放了 那或者呢 副驾驶可能这个对吧 有人在一直看视频 你不想让他看了 你这边够不到对吧 我不想没办法跟你停止 我就可以从这里边 我不让你看了 不准看了 哎 搞定 所以呢这些交互呢 就可以完美的把这三块屏幕呢 给利用起来 那说实话 林跑C11这套车机系统 还有人机交互呢 做的确实是挺不错的 也是刷新了我对于车机系统的认知和看法 那虽然说目前里面的 这个车机系统里面的软件的数量不是特别多 也没有应用市场让你去单独下载一些软件 但是目前里面内置的这些软件 比如说高达导航 这个爱奇艺 还有这个音域 在线音乐 都是足够使用的 在日常使用的过程中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所以呢 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好好研究一下这台车 那除此之外呢 在其他部分 比如说驾驶的感受 还有整车的这个质感 我觉得还可以 因为今天我开的时间不是特别长 但是在我这半个小时 阶级一个小时的开车的过程中 让我的感觉也是这台车 在十几万的这个价位当中呢 确实是我觉得挺值得的 我非常推荐大家 有机会的话 去4S店去试驾一下 感受一下这个底盘 还有它的加速的这种感觉 那今天的关于零宝411 就先跟大家体验这么多 因为拍摄的条件有限 是我自己来的 没有带车相 所以我只能举着手机 跟大家慢慢聊一聊 好吧 那我小心 那今天呢 就这么多 我们下次视频再见 或者说之后有机会的话呢 再借一台零宝411 详细的来跟大家好好 再讲一讲这台车的一些其他部分 OK就这样 拜拜